嗨 大家好 我是曼妮 說好的鮮野白蝦示範料理來囉 首先看一下我們的鮮野白蝦特大 它真的蠻大隻的 就我們的手長大 而且它很肥美 所以我就在想它煮起來的 吃起來的口感一定會非常的不一樣 所以我就帶大家來做鍋嗆大蝦 它不是用水煮的 這邊先教大家一下海鮮類的解凍方式 不要冷藏解凍 也不要讓它泡在水裡 你就要煮的時候再拿出來 那像這樣子用稍微流水沖一下 就可以把那個冰塊沖掉了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你把你的海鮮類的東西泡在水裡 會影響它的口感 而且影響它的肉質Q彈度 接下來還有它的新鮮度 那這邊看到我用鍋嗆大蝦呢 我就只需要一個鍋子 那建議大家用的鍋子是 比這個還稍微再大一點 然後鍋蓋最好是透明的 因為這樣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你的蝦子煮熟了沒 變顏色了沒 這個鍋子裡面呢 我先倒了一點點油 橄欖油然後再爆香蒜頭 然後再把我的蝦子倒下去 那個辣椒呢你可以最後再放 因為那天我辣椒第一時間放的時候 遇到那個熱氣整個嗆氣啊 我自己都被辣椒嗆到了 這樣大概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你就可以煮好了這個肥美的鮮野白蝦 它吃起來的確跟一般的白蝦啊 的口感真的不一樣 非常推薦喜歡吃板蝦的朋友 都可以試試看 好囉我先開動 我們下個月的影片再見囉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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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